在樹林基督教長老教會共餐的長者們 每個人都是笑容滿面 因為在共餐前合唱 長輩們共同的記憶 一同聯繫感情 享受團體陪伴的快樂 共餐前不僅長輩們自備碗筷 教會開飯前不可少的台語板謝飯歌 也要再來一段 讓感恩直接唱出來 樹林長老教會牧人關懷據點 直視張坤成表示 每個禮拜二在樹林牧人據點 舉辦長者共餐 發揮社區關懷與愛的精神 促進社區協和 發揮與愛的精神為出發點 在每個禮拜二都有舉行 那個祭典關懷也有一起共餐 這個經費是由教會 那個編預算來支付 長桌一字排開豐富的菜色堅固營養 職工們忙著打餐希望對長輩們的服務能夠做到最好 樹林區公所也趁著教會共餐時間宣導社會福利等相關政策 提醒長輩們申請重陽禮金 政府申請辦法 樹林區長林藥廠關懷區內長輩也 特地前來一起共餐並推廣動健康鼓勵長輩們動一動 現在在推動動健康貴身所 就是大家運動的幾十分鐘 然後再跟你測測血壓 涼涼血糖 這樣大家都可以隨時 知道自己身體的一個健康的情況 真的非常的棒 他們每年都編列很多的預算 來協助區內的長輩 那除了共餐以外 他們也學習相關的才藝 甚至健康獎座也讓這個所有的民眾 跟我們的長輩都能夠了解 怎麼樣讓生活很快樂 然後可以過得很健康 共餐最重要的精神在陪伴 在志工與長者們共同陪伴下 每個長輩都開開心心用餐 透過每次共餐時光 鼓勵社區長輩們多走出家門 從互動中感受社會的溫暖 中家新聞 吳佩山樹林報導